无数次的倒下,无数次的站起,亮亮呛呛,哆哆嗦嗦,也许到死都不明白,是什么让你如此的着迷,是什么能够让你低下高贵的头颅四处借钱,说尽了谎言,下了无数次的誓言,直到没有人相信你,你成了孤家寡人 分享赌博案例,记录那些年,赌徒们的惨痛经历,也许能警醒那些迷茫的人生 投稿分享你的借赌经历帮助更多的人,投稿邮箱见下方说明区 这几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天堂到地狱,痛不欲生,如同行尸走肉 我行走在人生的荆棘中,在悬崖峭壁上心惊胆战,一切源于我的恶习,赌博上瘾,不可自拔 我的执迷不悟,毁了我,让我变成一个性格更加孤僻的人,离群所居,众盼清理 如今,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每日惶惶,欠下网贷,无力承受,精神压力巨大 如此心情大起大落,自己开始慢慢醒悟,赌博是条不归路 只会越陷越深,看不到半点希望 我决意去除贪念,远离恶习,从零开始,余生忏悔,完成自我就输 只有自救才能获得重生,自救的第一步,彻底戒毒 我点香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重回正轨,获得心灵之慰藉 感恩老婆没有放弃我,网银等资金流水信息,交由她监督 自己手机上不要有钱 自从染上赌博,我一直消沉,对生活和工作失去意义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如同死灰稿木 赌博使我的价值观发生改变,继而颠覆了人生 以前我喜欢阅读,写字,散步,打球,看球赛,玩游戏,这些久违了 我需要呼吸新的空气,折了翅膀,让脚步停下来休养 我35岁了,有两个孩子,最大不过三岁 我没有做到尽一个爸爸的责任,深感愧疚 在深夜里,我肠泪流满面,我磕破了血,心灵在煎熬 今日写来,我由衷地忏悔,写自己的内心感受 告诫自己不可再重蹈覆辙 我仿佛死过一次了,这是我最后的,仅有的机会 余生重拾一些好的习惯,如勤俭,如阅读,持之以恒,加倍珍惜时光 我并不是很愿意写我的个人经历 这是我一生的苦痛,挥之不去 我完全符合赌徒的几个阶段 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的七彩 输掉了几十万后,负债累累,波及家人,害人害己 我从一个正直的人,变成了一个人人唾骂的下三滥 仿若一梦,走了弯路,误入歧途,一步错,步步错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真想回到从前 可惜我再也回不去了,失去了所有,只有泪水,悲伤与噩梦 无言见江东父老,我已有两年没在老家过年了 我害怕人们议论我的丑事 而如今,只有不赌为赢,才能上岸 我的人生道路走到了最艰难的路段 我要咬牙渡过难关,不能放弃 终有一天走出黑暗,再见阳光与百花与香草的芬芳 赌博的罪恶 没有经历过赌博,或许体会不到其中的滋味 他是一只无形的有毒的手,开始慢慢地温柔地拉着你 给你点甜头,让你惊喜 你以为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殊不知你将被推入无底的深渊 一次大的失利,也许并不算什么 但你欲哭无泪,怀恨在心,决心报复 于是,你又陷入更深的泥沼,越挣扎越死,你都不过他 你明知道都不过他,可你义无反顾,心存侥幸 又是暂时的胜利,让你忘却伤疤 忘记曾经流下的泪水与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大祸将至 温水煮青蛙,在你没有失利时,你却被贪欲冲昏了头脑 最后死的还是你 没有半点的胜算,犹如鸡蛋碰石头 小孩对大人,你微薄的力量难于抵挡 你用有限的金钱对抗无限的资金,自寻死路 不可避免的被淹没,成为炮灰 不管你挣扎多少次,不管你如何通宵达胆研究技术 告诫自己再也不能那样,改变战术做好控制 然而,又一次的不理智,淡尽粮绝 你的破产让你再次败下阵来 一次的摧残,发展到次次的惨败 你麻木了,决定与它施不两立 如果你一两次的破产后能够醒悟,还不算太晚 无可救要的,是你想方设法,要与它对抗一生 无数次的倒下,无数次的站起 亮亮呛呛,哆哆嗦嗦,也许到死都不明白 是什么让你如此的着迷 是什么能够让你低下高贵的头颅四处借钱 说尽了谎言,下了无数次的誓言 直到没有人相信你,你成了孤家寡人 世界在抛弃了你,你感到了人生的灰暗与绝望 可你没有回头,也回不了头了 赌博能让你分泌一种多巴胺 刺激你的神经中枢,让你上瘾,比吸毒更为可怕 它让你思想蒙尘,它是罪恶,是恶毒的手 它控制了你的思想,慢慢地消耗了你精力和健康 直到抽干你最后一滴血,你看不到未来与光明 或许我还不是那个最惨的人 我的醒悟为时未晚,我想上岸,脱离苦海 我必须远离他 我的经历 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喜欢看足球赛 偶尔在外围买球 那时候买得不大,很少超过100元 即使对于世界杯,也是小玩一下 后来听一个同事说完时失彩被骗了5000元 另外一个同事也同样玩时失彩输了两三万 觉得不可思议,那是对于时失彩也只是模糊的概念 这是个信息时代,容易迷失网络 偶尔浏览网页 看到购买时失彩的网站 重庆,新疆,云南等时失彩 十分钟一期 因为好奇与无聊,注册小玩了起来 一玩劲不可收拾,每到周末从早到晚打个时间 到头来,不能赚钱不说,浪费太多的时间 做其他都没有兴趣了 幸运的是,那时候比较有克制 输的总共也不超过两万 一切源于2016年 我从新疆出差回到家乡 工资没有以前的高了 想通过时失彩赚点生活费 开始加大了投注金额 5000,11000把也敢下注了 赢的都是过程 吃下去的都要加倍地吐出来 下越大,输越多,不服输的心理 每次都是淡尽粮绝,才肯罢休 就这样前前后后,莫名其妙地输掉了50万 中间向妻子坦白了三四次 可是过段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地覆躲 情绪总是莫名地溃败 体会了无数次绝望 真的是生不如死 人性多么可怕 我无法说服自己 也许那时想着赢回来,再也不玩了 也确实有一两次赢快赢回了本 心想上岸了就此收手 结果又再度深陷下去 每次输钱 内心烦躁 感觉多么无助 2017年祸不单行 我的儿子早产 出生时耳朵畸形 加上老爸夏天的中风 生活一波三折 对我打击很大 越是不服 越是内心不冷静 就越输得惨 各种网贷 信用卡被我刷爆了 那时我的坦白 发誓戒毒 为何都是一句空话 我欺骗了他们 掏空了家里的钱 想到年老的爸妈 我泪如雨下 我现在连畜生都不如 也差点回我这个家 妻子与我协议离婚 如果我知错能改 才可复婚 有多少人天真的以为 每天赢一两百就收 多么的轻松血液 可是有一天你却连本贷力 全部输掉了 输钱了 很不甘心 心情不好受 就想着怎样把钱赢回来 又是继续的厮杀 眼红了 到最后 就是缩哈一把 听天由命 结果往往已经意料到了 赌博的日子 真的是在玩心跳 赢的时候 可以随意的买东西 毫不在乎 可是往往好景不长 等待的是 输更多钱的痛苦 赢了还想赢 输了停不下来 最后的结果 不言而喻 可惜 当局者迷 无法走出困局 从大数据概率 和庄家抽水来讲 玩者就已注定输了 反水只不过是一种迷惑吧 背头加速了破产 几次不中 压力巨大 赢的也只是小钱 输得尽是大钱 永远也不能翻身了 开始玩的是10时采 有官网开奖可以查询 后来嫌开奖太慢 玩百乐 PK10 PC28 比特币分分采 开奖速度越快 死得很早 有时候十几分钟 就可从天上掉到地下 重庆10时采等官网不能赢 其他更不用说了 网络上赌博 不可避免地存在作假 让你暂时赢了一点 然后开始杀猪 最后一次 我记得18把中医吧 我开始怀疑网赌了 比我中医员的大奖几率还难 也能让我碰上了 难道是巧合 没有官网查询 不置可否 存在作假的行为 下重主 经常性地挂 即使网赌不作假 我们也不可能战胜大概率 说好的止损止盈 完全是扯淡 人毕竟是人 一两次不理智 就足以洗白 打回原形 十赌十输 网赌100个人里面 恐怕没有三个人能赢钱 你会是那其中的一个吗 不要再犯傻了 不要再苦苦挣扎了 暂时的影子会迷失你 赌博是一种病 扭曲了人性 醒醒吧 还在网赌的朋友们 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踏踏实实地找一份工作 赌博永远不能安宁 害人害己 赌博让人心神不宁 日益憔悴 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 竟是失去美化的东西 何苦呢 不赌才能上岸 记住曾经的教训 借赌才能自救 才能新生 点赞留言 转发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赌博